背包客一个接一个登上专机 由于塞班岛受到墙台预途重创 机场被迫关闭 大批外国游客有加归不得 南韩方面也有1800人受困 首尔当局27号派出军用运输机 陆续将这些公民携接到关岛 再转国际航班返国 而在美国救援部门与航空单位努力下 塞班机场在28号有限度重新开放 一天仅限6个民航班机 大陆四川航空与东方航空 也派出包机准备接回 滞留当地约1500名大陆游客 通过了解对方第一不能共游 所以说我们从北京起飞的航班 是空机区带着回程游 目前玉兔持续朝着菲律宾旅宋岛前进 卡加盐省和伊沙贝拉省受到威胁最大 预计29号晚上 旅宋岛北部地区就会下起大雨 媒体也警告 风强雨大容易造成翻船意外 菲律宾气象单位 最早29号上午可能就会发布台风警报 各界严阵以待 大秀旅方编译 进到回到台湾